好 三位比賽完畢 接下來我們想聽評審來做講評 周治平老師請 其實我一直覺得你的聲音 最適合那種 譬如說只有兩把吉他伴奏 這樣子你的聲音都會發揮得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聲音太收 就是高潮的地方放不出來 譬如說他這首歌後面還有轉Key 可是你轉Key 你就是比前面一遍稍微大聲一點點 可是力量還是沒有真的用出來 然後真的用出來的時候 有一些那個即興的轉音 你轉的那個控制不是太好 今天有一點小小的 把握得不是太準確 這是很可惜的 謝謝 周治平老師請做講評 其實我認為你今天唱歌 應該是說 情緒過於大過於技巧 應該這樣說 比如說你前面低音的部分 我覺得你其實想要改變音域 我覺得你是有在改變 但是可是你前面放的位置 都是在口腔的共鳴過多 鼻腔共鳴過多 所以你聽起來力量不夠 你副歌又開始把很多情緒拉起來 可是後面那些尾音的地方 你其實沒有力量 所以聽起來好像是前面有力 後面突然掉掉 就像剛才周老師講 才懂真情可貴 你就說進去 才懂真情可貴 你應該是放出去的 可是你說進去的時候 而且瞬間說 會讓聽的人會覺得 你是不在那個狀況內 我沒要你唱盡了苦悲 才懂真情可貴 所以說基本上你的基本功 我覺得需要再去練習 那怎麼練習 其實你要用力換氣 你的氣 我覺得你吸氣的方式實在都太薄弱 所以唱起來就沒什麼力量 對 可能你怕 但是我覺得你真的是要用力 如果你再不用力 這樣歌唱起來就變成說 你好像在演這首歌 但不是在唱這首歌 這你一定要注意 好不好 加油 謝謝老師 接下來徐俊豪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徐俊豪可以得到的分數是多少 70 80 90 90 停下來了 小數點持續在跑 1 2 還有沒有得到的分數是 90.2分 以上是三位選手比賽 我們這一週又遞補了一位新的選手 是 到底是哪一位呢 我們來看 來自南台灣屏東的尹雅如 今年25歲 曾參加過許多選秀節目 比賽成績總是明夜前茅 讓他累積了不少死忠粉絲 非常喜歡唱歌的他 將對音樂的熱愛 搭上了時下最流行的網路直播 聽著優異的歌唱實力 讓他的直播頻道曾在短短一分鐘內 湧盡了一千多人 女人啊 我們都曾經期待 能嫁個好人夫 愛戴一套 林雅如通過製作單位的初選 贊上第一名的舞台 我希望我自己在這個舞台上面 可以學習到更多唱歌的方式 然後也可以 就是每一次都唱得比上一次 還要更好 他決心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對一百萬的渴望 對音樂的執著 他能夠打敗威冕者 成為真正的第一名呢 接下來介紹我們的四號參賽者 尹雅如帶來的夢一場